你醒了 莉莫 是你把我保在这儿的 你放心 只要你乖乖听话 我不会要你 你想干什么 这药是我好不容易弄到 吃了它 随便是哪个男人 我都能让你成为床上最下居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要乖 就乖你抢了我的心汉 要不是你和心汉不得结婚 我才是金家的女主人 只要你被别的男人忘了 心汉哥哥 一定会和你离婚 你不 这也可是金家 心汉要是知道你这样对我 就不会放过你的 你觉得心汉哥哥 还会相信你的话吗 徐迟 这里就交给你了 记得一定要录个视频 放心 你不要 徐迟 徐迟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李蒙还得给了你多少钱 我说双倍 就像你 你别碰我 别白费力气 你别碰我 你不反抗的话 待会儿我会轻点 你别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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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汉你在哪 你快回来要不 我现在在开会 可是你孟涵他找人 他要欺负我 你闹够了没有 孟涵不是那种人 有什么事等我回去再说 啊 走 你摸 还想干什么 吴思雨你可真是不听话 本来我想放你一条生路 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 现在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 签了和金星汉的离婚协议 我可以放你走 第二 死在这 我不信 你觉得你现在还有这个技术我吗 我欠你有多远分当年 否则 也不是有话 其实 丁木 你这样抓你是犯法 这样你知道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你这个签犯多多还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现在那一定会来救我的 那一定会 你以为 金星汉还是以前的金星汉吗 实话告诉你吧 要和你结婚三年 早就厌倦你了 而且星汉哥哥说了 只要你同意离婚 他会立刻娶我 不会 虽然那一定会来的 虽然不会跟我离婚的 你解开了 什么 快一定要骗我金星汉 你不知道 嗯 星汉 救我 别动 再上前一步我就弄死他们 星汉哥哥 放了他们 说放就放 不给点好处 你想教小元我做事 这张卡里有一千万 放人 一千万只能选一个 你要哪个 你不想死 星汉哥哥 你别管我 带着嫂子走吧 星汉 你别信他 李孟汉的婚会是一伙的 不想死就闭嘴 抱了李孟汉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李孟汉的婚会是一伙的 你别过来 你再过来 我就杀了他 星汉哥哥 还好你来得及时 你怎么摘一顿 是 是吴思雨他叫我来的 他把我骗到这里 让人绑起来我 还 还让他们 为什么绑架孟汉 为什么绑架孟汉 陈兴汉 我麻烦你看清楚了 今天被绑架的人是我 姐姐 你为什么要在星汉哥哥面前 使用这样的苦肉剂 要不是我看到你手机的定位 找到这里 你还想要做什么 陈兴汉 他跟婚婚是一伙的 婚婚是他叫来的 使用苦肉剂的人也是他 我跟你夫妻儿人这么多年 你信他 不信我 说 谁支持你的 没人支持我 对对对 我说我说 梅少姐 被忽住了 你也看见了 这我实在没办法了 你在忽说什么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吴思雨 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 孟汉在国外这么多年 为什么绑架孟汉 就绑架你 真的是他 金星汉 他和你青梅竹马 一起长大 知道我跟你结婚 想要抢走你 他还带来离婚协议 逼我签字 在哪儿 我问你离婚协议在哪儿 一定是刚刚有人拿走了 我这就去找回来 你闹过吗 你做这些 只会让我对你更失望 刑汉作作 我 我也没什么事情 要不你还是原谅嫂子吧 因为我 导致你们两个离婚 真是装了一手好绿枕 看得让我可惜 嫂子 你别在这里装不作药 你还真是心狠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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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他没事 不然你就是故意杀人 要坐牢的 我已经不想再跟你解释了 亲者自亲 你还在脚边 我劝你等他醒了 好好道个歉 不然他要是追究起来 连我也注意了 连我也注意了 欣汉哥哥 你醒了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去给你叫医生 谢谢你醒了 你是不是早就行了 他刚刚让你给我道歉 这就是你道歉的态度 你满身绑架 用苦肉鸡陷害我 李文恒 你可真是无所不用其机 所以现在 你可以滚住进家了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你确定要跟我斗 那就别怪了 吴思雨 我都已经受伤了 你还要怎么样 你又打我 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 这里是医院 你真是越来越 无法无天了 也就是病房里面 没有监控 不然我真想让你好好看看 李孟涵那副得意的 丑恶嘴脸 吴思雨 先是满胸犯罪 找人绑架孟涵 现在又在医院里 上人见血 你真是扫心病狂 我吴思雨 在你心里 就是这种男生吗 我们离婚吧 好 这里有一千万 算作离婚补偿 不必了 我吴思雨 不需要你的施舍 这笔钱 你还是留着 去给你自己看脑子吧 思雨 思雨 你终于回来了 姐姐呢 姐姐在里面呢 姐 你可算是知道回来了 姐 我之前真不该不听你的话 没事 回来就好 一切都过去了 往后啊 就好好打理公司 对了 过两天我们集团 举办慈善晚宴 楚君 你到时候带思雨过去 多认识是没有用心贵 好的姐姐 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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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你是准备 宣告新的恋情吗 快看李梦涵出来了 请问你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呢 不好意思 这个问题暂时不方便解释 大家如果想拍照的话 我还是可以配合 怎么知道 不管是什么 不像我们俗 бор谷 大家我们俗里边 大家 Salky 心的凡凡 可能在这里 过一天 我就是多 Kommentare 每天我们俗中傍 吴思雨 多怪你 你看我的礼服 是吗 你多少钱啊 我赔给你啊 吴思雨你 这里好像是华耀集团的慈善晚宴吧 并没有邀请你来哦 吴思雨 现在的保安真是越来越不负责任了 衣衫不整的人都能进入 看来他们是不想干了 你是谁 我可是金总的朋友 是他带我来的 金总的朋友 穿着几千块钱的过季裙子 什么朋友都交 难道是金总落魄 胡总 不好意思啊 他是我公司先签约的艺人 没有碰碰到你吗 先签约的艺人 可我怎么听闻 这是金总的小三啊 我和金总之间光明磊落 虽然我们两个 是一起从小长大的青梅竹马 不过呢 金总在工作场合 不会是有私情的 果然有私情 你 他是华耀集团的总裁 也是帝都首富吴家的当家 你不要招惹他 邪汉哥哥 我刚才看见嫂子了 他和一个男人一起进来的 关系看上去特别亲密 什么 吴小姐现在可还是金总的妻子 就这么年约长大 能够得很难 这不是 要给你戴绿帽子吗 胡思雨 这么快就帮上华耀集团的白公子 真是急不可耐地下降 金总 您可以带着小三招摇过世 我为什么不能跟别人参加晚宴 你说谁是小三 今天我就要替新汉哥 好好教训你这个当作 今天我就要替新汉哥 好好教训你这个当作 我先走 李女士 因为你是金总的朋友 所以我才没让保安把你给轰出去 如果你再在我的慈善晚宴上放死 我会让全行业都封杀你 思雨 我们走 你问啊 收起你那些小心思 我 我 我现在就让保安把他们撵出去 还是不要了 这里都是地图有头有脸的公众人物场合 弄得太大不好看 思雨 你是在顾里和金金汉的复习之情 我先去休息室处理一下 我先去休息室复习之情 都安排好了吗 只要你把金总在他休息室 我会安排媒体 拍下你们两个读书的照片 到时候舆论发酵 新汉哥哥就只是我一个人的 新汉哥哥 这是怎么了 不会还对吴思雨念念不忘的 你说这么多年我对他哪里不好 他居然这么迫不及待离开我和别的男人好着 他这种女人就是这样 自私又自利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来 新汉哥哥 我跟你说 新汉哥哥哥 你慢点 新汉哥哥 新汉哥哥 你慢点 今晚你就彻底是我的任务 新汉哥哥 你的身体 你真是太心疼了 你莫喊 吴思雨 你怎么在说 李小姐 请问您和金总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是否是已经确认了恋情啊 金总现在衣衫不整 你们两个刚刚是进行了亲密行为 我和金总 谁说不难管你共处一室了 我这个袁佩还在哪 袁佩 难道说李孟涵小姐 才是介入你们夫妻二人感情的第三者 没错 李孟涵她为了钱财名剧 不惜勾引景天传媒总裁 也就是我的老公金西汉 天哪 金总竟然已经结婚了 我想知名模特 知三当三 被袁佩捉奸在船 这样的头条 应该会比单纯的恋爱曝光 更有收拾率吧 谁敢 我看谁敢把今天的事情 说去半个字 即使你堵住别人的嘴 也改变不了你勾引 别人老公的事实 只是金总喝醉了 我扶他进来休息而已 喝醉了 怎么回事啊 你的青梅竹马好妹妹 趁你喝醉想要睡你上位 至于这帮媒体记者 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 西汉哥哥 只是我看你喝多了 想扶你进来休息 不知道吴思雨 为什么带着这帮媒体进来 这不是我们买的设计咱们吗 吴思雨 你还真是无所不用契机啊 晨晨啊 我有时候觉得 你真应该换个脑子 二女共是义夫 不愧是豪门金总 明天的新闻绝对要炸了 我不管你们今天拍到了什么 所有的照片和视频 我今天传媒全部买下 不许走漏任何一点过程 金总 那您真是大手笔啊 撤 金总真是大手笔啊 思雨 你知道我一向都不缺钱 如果你能回心转意 我可以 仙汉哥哥 真是顾念旧情 这是一百万的支票 就当做是你的离婚补偿 拿了钱 就别再旧成仙汉哥 没想到啊 金总这么快就给新婚钱了 那是李蒙涵的薪水 吴思雨 拿了钱 就不用再攀附权贵 资甘下检做他们玩具 你以为我无私以为 稀罕你这区区一百万吗 只有李孟涵 这种为了钱 不择手段的不要脸的女人 才会因为钱而贴伤 你不是喜欢钱吗 不是肯为了钱 心甘情愿尾身做第三者 只要你肯跪下来求我 我也可以给你钱 要我多少给多少 全当拿去为了你 杰西汉 离婚冷静期已经到了 我也彻底冷静了 明天上午十点 免证据离婚 你吓到我了 心里有鬼才会害怕 上次要不是我帮你 我们早被金心汉 赶离自门了 金心汉 金心汉 你知不知道 我因为他受了多少委屈 等你成了金家太太 拿到财产 你受这些委屈 就不白受 徐迟 你要知道 我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你 要是被金心汉 发现了真相 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放心 吴思雨 你怎么在这儿 不会还想抓着金总不放吧 我跟我老公之间的事情 还需要向你解释吗 你昨晚对我的羞辱 我全都记在心里 我发誓你也不会放过你 你如果敢对我做 任何过分的事情 我发誓我会让你付出 双倍的代价 我发誓我会让你付出 就是跟 valle 刚刚 姐姐 我 我刚才就是想和他 说几句话 他就把我的包提到这里 你们又在干什么 你们又在干什么 品尝 没空听你们在这儿斗嘴 你们还赶紧上去上班 你都迟到了 无思雨跟我走 什么 星航哥哥 你们 对呀 我们和好了 我们现在呢 准备找一个地方 体验一下婚内的激情 你 怎么 不装了 我随口说的话 你就信以为真 还真是个没脑子的 还想动手打我 吴思雨 放手 金总 你该不会以为 我还是以前那个 任凭你们欺负的 金家媳妇吧 离婚证一领 我跟你们金家再无关可 放开我 肚子 肚子 思雨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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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雨 我这是怎么了 肚子里的孩子是谁 孩子 什么孩子 离婚证还没灵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怀上其他男人的孽种 白楚军是吗 敢动我的女儿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 金心汉 你在胡说些什么 心汉 哥哥 亏你胡说会会顾着他 这还没和你离婚 就和别的男人是家 还怀上别的男人的 你闭嘴 我们的事情 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外人多岁了 够了 胡思雨 你怎么这么不自爱 你还要不要量 金心汉 我不管你信不信 我跟白楚军 就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信不信不是由我决定的 我已经安排医院的医生 去做亲子鉴定 这段时间 就待在这里 哪也不许去 金心汉 亲子鉴定 你还是不是 既然你不相信 那我们之间也没什么好处 明正去见吧 你还要去哪儿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我看你现在也没什么大碍 那正好 你别待在医院了 跟我回家 我为什么要跟你回家 我们都已经决定离婚了 我告诉你 只要我们一天没离婚 你就永远是我金心汉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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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 你就乖乖待在这里 在结果没有出来之前 哪儿也不许去 金心汉 你这是囚禁你知道吗 囚禁 我照顾我生病的妻子有什么错 我思雨 已处处躲避 不做检验 是因为你心里有鬼 还是因为孩子 根本就是你和白楚君的念种 不做检验 不做检验 你就是个混蛋 你亲手不如 好了 那我就让你看看 这阵气是什么样 啊 你放开我 你最好不要再出去我的底线 吃 饿了吧 吃饭吧 不用在这里绝食 星汉哥哥不会在意 他如果在意的话 也不会让我进来 吃饭啊 吃啊 你看你现在像什么 跟狗一样贪在我面前 不如你告诉我孩子是谁 或许我还可以放你走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怎么了 你害怕 你怕我的孩子是金星汉的 那这样你就没有借过 嫁给你的新汉哥 我才不会啊 就算你的孩子是金星汉的 他爱的人也只会是我 你别自欺欺人的黎梦 只要我无私欲 一天不离开金家 那你就永远也进不了金家吧 你说什么 只要我无私欲 一天不离开金子 那你就永远也进不了金家吧 你说什么 你别逼我 孙乐 你想杀我 无私欲 我好想好意来给你拿饭吃 就算不想吃也算了 你没必要打我 你就只会用这一招手 够了 思雨 看来我对你还是太仁慈了 金星 你要干什么金星 我说过 我必须知道你肚子里的野种 到底是谁的 金星啊 你放开我 你还是不是啊 就是要看看那个野种的爹 到底是谁 就是要看看那个野种的爹 就是要看看那个野种的爹 到底是谁 尽快给我出街舞 结果没出来之前 你哪儿也不许去 你还要好好地把娑华 你还能用招手 beacon星 我还能招手 我还能为你 我还能为你 装开关于我 你看旅程 我可真帅 你还能为你 是 我还能为你 你舅舅 我可以 我还能为你 小心死了以后离物思雨远一点 他的世界 自己会处理 好 好你个金星看我怎么灭了你们坚价 姐姐我没事 楚军你安排五十个保镖 健身保护我自己的安全 好 姐 真的不用 我现在的身份没人知道 我不想行事动众 本来你才是吴家的当家继承人 可当初为了金兴汉 不惜和家族决裂 隐姓男名嫁到金家 你为他付出这么多 他却如此对你 姐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我也看清了 金兴汉的薄情寡意 我现在已经彻底清醒了 过去的事情 就让他过去吧 我跟金家 从此以后 再有瓜葛 既然决定回来 就不能这么悄无声息的 一定要让所有人 都知道你的事 你也知道 储君一直喜欢着你 等了你这么多年 哪怕是你嫁给金兴汉 也还是为了你 默默的守护着这个家 储君 你如果还喜欢思雨 你能结婚好不好 姐姐 我不能和储君结婚 为什么 因为我怀了金丝汉的很快 我怀了金兴汉的汉迹 我不介意 我介意 我现在不想开始下一段感情 我只想好好经营公司 储君 你先去休息 我好好去认思雨 好 你要想拿回公司 拿回吴家的财产 就必须和白储君结婚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家族孔志权 在白储君手中 他虽然是吴家的养子 也为家族付出过很多 但他毕竟是外人 如果你想稳住吴家家业 就一定要和白储君结婚 我懂了 姐姐 太好了 我这就去为你们操办婚事 思雨 今天我们看的这些婚纱 都是店里的高级定制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我再让他们其他的设计师 去找一些新的款式给你 毕竟这些 都是吴家旗下的产业 不用了 刚才你的间就很好 好 思雨 我出去接个电话 好 这不是那个被金家赶出来的败金女吗 怎么 你帮上的金主今天没陪你一起来啊 那您这衣服要给您包起来吗 给我包起来吧 等一下 这件衣服我要的 就你这穷酸药 你能买得起吗 算了 给她吧 我的另一件衣服呢 不好意思 那一件我也要的 你帮上大款得来的钱 还是省着点花吧 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啊 不仅喜欢抢别人的男人 连衣服也要抢 你说谁是狗呢 谁喜欢抢别人东西 我说的就是谁喽 吴思雨你这个贱人 你 你敢打我 我打的就是 你要是再敢出言不许 我不介意 再给你一巴掌 我可以拼了 我可以拼了 我 我的高级私人定制礼服 我 我思雨 你看你干的好事 活该 我告诉你李梦涵 别给脸不要脸 居然敢在华耀集团 旗下的店里撒泼 哦 对了 忘了告诉你 整个商场 都是华耀集团 我思雨 你还要不要脸 不就是帮上了华耀集团的总裁吗 他说整个商场是你 你怎么不说整条街都是你的 你真说的对了 这整条街呢 也是华耀集团的 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吧 你知道我这件礼服有多少钱 你赔得起吗 你自己弄坏的 我为什么要赔给你啊 赔不起是吧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他欠你多少 我给你 用不着你管 你真是好心当崇利肝肺 西航哥哥 你不用管他 赔不起就当一个月的保姆 否则我法院见 就打个电话的功夫 就让老赖给赖上了 思雨 你也太不小心了 我们之间的家是 恐怕还忍不到你来插手 不好意思金总 吴思雨现在是我的未婚妻 不好意思金总 吴思雨现在是我的未婚妻 未婚妻 只要我和她一天不离婚 她就是我金星翰的太太 你算什么东西啊 金星翰 请你对我的未婚妇放尊重一点 未婚妇 翘得可真清晰啊 我同意了吗 我为什么要征求你的同意啊 你身边有李孟海 经过我同意了吗 至少我们没有像你一样 为了钱连脸都不要 咱们还没离婚呢 你就已经跟别的男人上场了 还怀了野种 金星翰 你有什么脸说我 你看我有没有资格 金星翰 金星翰 告诉我 如果你再对我的未婚妻动手动脚 我会让你们金家付出代价 思雨 我们走 星翰哥哥 你看那个贱人 既然敢为了别的男人打你 当初就应该把他给抓回来 我跟你说过不要招惹吴思雨 你当我的话放屁吧 是吴思雨他 闭嘴 如果再让我看到你招惹吴思雨 别怪我都客气 吴思雨 不会放魁 赵医生 你怎么在 我来给金总送检测结果 你给我吧 我一会儿给金总送送去 那好吧 麻烦李小姐了 吴思雨 你既然真的坏了金星翰的孩子 我不会如愿让你把孩子生下来 吴思雨 你坏了金星翰的孩子又怎么样 如果没有人知道 我看你 我看你 拿手洗 跑 跑这么快 是要去哪儿啊 徐迟 又是你 是李沫还让你来的 这你别管了 上次让你跑了 这次我看你往哪儿跑 好久没玩你肉味道的女人了 好久没玩你肉味道的女人了 今天让大爷好好爽一下 今天让大爷好好爽一下 住手 又是你 这是我和这个女人之间的事 劝你少多关心事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我 你没事吧 你们来受伤吧 你为什么又去招惹这个男人 和他到底什么关心 金星翰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跟他根本就不认识 那他为什么一直纠缠着你不 你在外面到底还有多少个男人 金星翰 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他刚才可是想要强奸我 你觉得我们两个会是一伙的吗 就算你跟他不是一伙的 那你和白楚军 总该是真的了 你跟他那么着急地订婚 是不是 想给你肚子连孽种 赶紧找个爹 金星翰 我就应该跟你离婚 想给你肚子连孽种 赶紧找个爹 金星翰 我就应该跟你离婚 我说过 在检测报告没出来之前 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 那可由不得你 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已经到了 你如果不愿意的话 那我们去法庭见吧 一个贱女人 你敢跟我打官司 我有什么不敢的 那就让我们看看 是金家的势力大 还是吴家的能力强 想要离婚 没那么容易 跟我走 你放开 你放开我 放开 放开他 金星翰 我说过 离吴司远一点 拿走 有什么事跟我的律师说 麻烦你离我的胃部 一起远一点 我们走 这 妈是 先坐 思雨 其实有一些话 我早就想对你说了 你这是 思雨 嫁给我好吗 让我来好好地照顾你 我绝对不会像金星翰一样 辜负你 可是出去 我已经不是之前的我了 我知道 可是这些 对我来说都没有那么重要 我只知道 你就是你 自从小的时候 你从那些大孩子里把我救出来 我就发誓 以后一定要好好地守护你 不让你受一点伤害 所以 今后让我来照顾你 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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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原来啊 这个女人 攀附上了华西市首部的公司 怪不得要和你离婚了 请教授 检测结果出来了 孩子不是你的 谢谢 星汉哥哥 你别生气嘛 这个贱货 摆明了就是为了攀附有钱人 你何必还留恋他呢 赶快和他把婚里也送了 你只需要把假的检测结果给金星汉 这些钱 这都是你 放心吧 李小敌 金星汉永远也不会知道 吴小姐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新生股东的真相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发生什么事了 快坐下 阿姨 这检测结果出来了 孩子果然不是新汉哥哥的 啊 这个贱人果然背着你当男人了 我就说嘛 当初 你就不应该娶这个女人 你看看现在 你还是对他太宽容了 就是了 你说这话要是传出去 让西汉哥哥的脸往哪儿放 让金家的脸往哪儿放啊 不会就这么轻易放过这个贱人的 既然孩子不是仙儿的 那就别怪我老太太不客气 妈 我回来了 你找我 你们是什么人 妈 你这是干什么 嘿 谁是你妈 你这个骚货败坏金家的名声 今天我就要替金家清理门户 生病死了 妈 你这是干什么 这是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既然孩子不是金家的种 那也没什么可丢 这碗打胎药 你就好好享受吧 不要 不要 我 我爱的是这碗的孩子 你能不能享受 这碗打胎药 你就好好享受吧 不 不 我爱的是这碗的孩子 你能不能享受 你给我喝了 我让你发骚 我看 滚 咸儿 你这是干什么 这话应该是我对你们说了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你被这个狐狸精 吓了什么迷魂药啊 这时候还在维护他 还让我们金家颜面扫地 我这么做也是为金家好 我什么时候做过 让你们金家颜面扫地的事了 你还在这装傻 肚子里的野种 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没有 够了 我本来对你还有一丝愧疚 没想到你竟然不知悔改 我对你太熟 你自己看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不可能 不可能 我没有 现在证据确凿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没做过的事情 我就不会承认 结果都在这摆着了 你还在这演戏 你还要不要我那脸 你 够了 你还想打我 我告诉你 就算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金心汉 也轮不到你这个死老太婆来出手 你骗我来这里 想要害我跟我的孩子 这笔账 我还没有找你算的 你 你竟然敢这么对我 你 妈 阿姨 妈 阿姨 妈 阿姨 阿姨 我还要救护手 让他滚 滚 金家简直是欺人太深 竟然敢这么对你 我现在就去找他们算账 不要去 我们之前 行水不犯河水 我跟金家 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思雨 答应我 以后不要再一个人出去了好不好 这样我会担心的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金家付出代价的 今日 华西市第一首付 吴氏洋子白楚军 举办定婚典礼 而一直备受猜测的未婚妻 也终于在今日揭开面纱 据悉此神秘女子 竟是这几天传媒总裁 金星汉的前妻 前已怀有身孕 外界纷纷猜测 这个孩子很有可能是白楚军的 贱 星汉哥哥 你说这吴思雨这个贱人 望上富豪也就算了 阿把金家的丑闻都曝光出去 让你以后出去怎么贱人啊 大家都知道 这头上戴绿帽子了 金汉哥哥你去哪 谢谢今天姐姐为我们准备的订婚典礼 今天我很开心 我喜欢思雨二十三年了 今天她终于是我的了 谁说她是你的了 你们有什么资格在这里举办订婚业 难道你不知道吴思雨 是我金星汉的合法妻子吗 你想到传务是真的 什么传务 那个女人 问那出轨 把那白色的爱情 真是失丰日下 金星汉 你想干什么 我劝你最好现在离开 否则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当然是带我金家太太走了 吴思雨 你竟然敢给我带绿毛子 我说过我不会放过你 这辈子就一起纠缠到死了 金星汉 你疯了吗 我们已经离婚了 只要离婚手续一天没走完 你就是我金星汉法律上的妻子 不好意思各位 各位女士 是我金星汉的太太 离婚业女生 今天是我们吴家大喜的日子 我看谁敢胡闹 婚礼不能取消 这个女人是个骗子 你们都被她骗了 你们喊 你们喊 鲜汉哥哥 我不想再看你一错再错下去 我手里就是吴思雨的亲子鉴定报告 这个女人婚内出轨 孩子的爹就是她 你们喊 你再赶紧回去 不知道我在这儿怎么了 我不 西汉哥哥 这个女人给你戴了绿帽子 证据都在这儿了 你还维护她 你还是不是一个男人 够了 你给我滚 精彩 真是精彩 好一出大戏啊 你们两个不去演戏 可太浪费了 李孟涵 你拿这一出假的亲子报告 在我的订婚宴上面诽谤你 你知不知道 我可以随时告你诽谤 你凭什么说我的报告是假的 看来你还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医生需要把假的检测结果 给金鲜汉 这些钱 这都是你 放心吧李小姐 金鲜汉永远也不会知道 吴小姐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亲生骨肉的真相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为什么要骗我 当然是为了钱啊 李孟涵 你这个贱人为了钱 不择手段 吴思雨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 嫁给了白储君 以为你就有钱了 无价的钱 和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你一样还是那个穷索的赖人 李孟涵 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娘 需要依附男人吗 我吴思雨不需要 你也知道那是吴家的钱 难道你忘了 我也姓吴吗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我就是吴家新的掌门人 不可能 他说的没错 吴思雨 就是我吴雅琴的亲妹 将是我华耀集团 未来的掌舵人 今天趁这个机会 我宣布 华耀集团 将由吴思雨来掌管 你这个女人 不仅当小三 破坏我妹妹的家庭 还屡次害她 来人 把她给我拖下去 以后无视产业 不准她踏进半步 吴思雨 我会骗了 吴思雨 吴思雨 你毁了我 我不会放过你的 吴思雨 我要你死 吴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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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 思雨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会这样 我没事 快走星安 快 你的手怎么受伤了 疼不疼啊 再干什么 我还没死 你醒了 还有力气说话 看来是没什么事 李孟涵 你竟然还敢过来 我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今天开车撞思雨的人 是不是 我没有 好啊 既然你不肯承认的话 那我只好打电话 跟检查过来 不过我可不知道 故意杀了人罪 要判多少年呢 反正你也没有 证据证明 是我 那你恐怕 他想瞧我们吴家了 据我所知 光是地下停车场的监控 就不知道 有多少 好 姐姐 我求你 别抱紧好不好 现在知道害怕了 怎么不嘴硬 我真的不想做了 我求你别抱紧 好啊 只要你肯跪下来求我 说不定 我可以考虑放你们哪 怎么 我看你好像不是很愿意啊 那我就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思雨姐姐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求你原谅我好吗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求你原谅我好吗 好 林梦涵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今天 我就看着金西汉的份上 饶你一次 西汉哥哥 你原谅我 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 没想到你竟然会开车撞人 今天的事情我可以不跟你计较 但是从今我 你就顾不相亲了 你 彻底完了 西汉哥哥他不要我了 该怎么办 没事 他不要你我要你 你还要我 滚开 你因为你是谁 你也敢和金西汉比 你这个人 我帮你这么多 你敢这么和我说话 答应我的事 究竟什么时候能办到 到底什么时候能搞到钱 现在还不行 他还得等 等等等 我告诉你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谁让我一天没拿到钱 就别想甩开我 这里是医院 你 告诉你 你这个聂种是谁的 是不是金西汉的聂种 聂种 什么聂种 别再给我做傻聪了 医生说 你就快有一月是 是谁的 你 孩子怎么可能是他的 当然是你的 我 你以为我真的喜欢金西汉 我不过是喜欢他的钱罢了 我之所以费尽心思的和他在一起 也不过就是希望能得到更多的钱 好吧你之前在外面欠的债都还上 这样你也不用再过东躲西藏的日子了 我有孩子了 我要当爸爸了 所以 现在 我们就算不会自己着想 也要为 我们的孩子打算 想让我怎么做 想尽办法让金西汉相信 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 思雨 思雨 你是不是还爱什么 你在胡说些什么 楚军 不是你看到了这样的 来 楚军 我劝你不要来破坏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金西汉 是因为你伤得很重 我才来照顾你的 你的伤口 思雨 不要管他 我们走 对不起 楚军 我不能和你走 金西汉这么对你 你能忍 我不能 总之我不会让他好多的 近日有媒体爆料 景天传媒旗下艺人李孟寒 吟爱生恨故意杀人 已被警方立案调查 景天传媒股票大跌 王总 刘总 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了 且不能说解约就解约了 金家总 你也知道 李孟寒的事情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我们没有追究法律责任 已经给你面子了 是啊 我知道 但是我们今天传媒 还有很多其他的艺人 你们公司的艺人 我们可不敢去 夺罪无价的事 我们可不敢 王总 您再考虑 这不是金总吗 王总 刘总也在啊 你看 我这走错屋了 我在隔壁 是啊 白总在隔壁 那我们可以替国队 进白公主一杯 好 好 王总 刘总 白楚居 白楚居 你怎么喝这么多 赶快跟我回家 卢思雨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要断了我的后路 是不是今儿想 看不笑 你现在满意了 金心汉 你没有今天的结果 全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 你喝多了 思雨 思雨你不要离开我 不要离开我 你放开 金心汉 你还真是不知悔改 看来我真是多余管理 你别生气 他不要你我要你 你还有我呢 滚开 拿什么和我洗一瓶 我 你别生气 他不要你我要你 你还有我呢 滚开 拿什么和我洗一瓶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 过了今天晚上 你就起我的外面 看看这孩子 这家里没个媳妇真是不行 乱成什么样了 是李孟涵 看来贤儿想明白了 这回嫌人离婚有希望吗 思雨 你来一趟吧 你怎么睡在这里 西汉哥哥 昨晚你喝多我送你回来 然后你就 西汉哥哥 你做完好棒 你可要对人家负责 思雨 思雨 听我解释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清清安 你一边拉着我 让我不要跟你离婚 你一边跟那个女人睡在一起 你还是人吗 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 我说过我没做过 难道我们现在之间 连一点信任都没有吗 你现在跟我谈信任 你信任过我吗 你逼着我去做 心死鉴定的时候 你信任过我吗 清清安 我们晚了 离婚吧 你放过我 我快点放过你 好 我答应你 我们离婚 东西都看好了吗 别装错了我们金家的东西 您大可放心 你们金家的东西 我一样也不想带走 离开金家 什么也不是 这不需要您来操心 您管好您自己吧 多珍惜自己的好日子 我看呀 这好日子 也够不了几天了 阿姨您看啊 这个女人刚和新汉哥哥离婚 就不装了 你这个贱人 都要走了 你还诅咒我和金家 看我不撕了你的嘴 我告诉你 我已经不是你儿媳了 你想要打我 也要看看自己 有没有这个本事 竟然敢打我 跟你没完 你放开 你回来 你放开 有人要害我这老太太 大人了 大人了 阿姨 阿姨 快要救我 医生 我太太怎么样 你太太没多大小事 好好休息就行 谁是你太太 那是我白楚军的太太 杰心汉 你是不是有点做的 不是人了 我说过 让你离思雨远点 吴思雨 你装什么装 我看你才应该去演戏 你们全都给我滚出去 你说滚就滚啊 我还偏不 这医院是你们开的吗 你说对了 但不是我开的 是吴思雨开的 吴思雨 不可能 怎么 没人跟您说吗 吴思雨可是华耀集团董事长 吴雅琴的妹妹 也是吴家掌门继承人 你说这医院是不是他开的 这 这 这怎么会呢 思雨 你说说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都不跟妈说呢 妈就说呀 这肯定是误会 还有你怎么不早说呢 你看看你对思雨这态度 你想气死妈呀 妈 思雨不是伤了你 我思雨他不尊重长辈 活该被打 闭嘴 我告诉你这个狐狸精 你少挑拨我们思雨 跟辛亥的关系 儿媳妇啊 我只认我们思雨 你 你 你们都把嘴闭上 想要吵架 出去找 好好好 这就走啊 思雨 你好好休息 妈过两天来看你啊 妈 妈 你怎么样了 辛亥 你可回来了 这个女人啊 她要造反 她要打死你妈 胡思雨 你太过分了 竟然连我妈都干的 就是啊 她连长辈都干的 还有什么事她做不出来 幸亏你和大理父母 天辛亥 是你妈先动手打得过 你到底有没有脑子 就算是我妈先打得你 你也不应该还手 毕竟妈是长辈 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 就是她也配做长辈 她遗老卖老 不知廉耻 她老糊涂分不清 你也分不清吗 你看看 这是一个儿媳妇说的话吗 你真是有人生没亚的东西 看来还是打你打轻了 怎么没办法打死呢 够了 我的肚子 我的肚子好痛 啊 义生 义生 你怎么来了 答应我的钱呢 我现在没有钱 没钱 我帮你做了这么多 你跟我说没钱 你是不是想骗我 我没有 我现在真的没有钱 这是我唯一的一点首饰了 那 贱人 当年在国外躲过 你也有一份 你要是不抓紧还钱 我去把你那些丑料 一五一十地爆料出去 我看你 既然你不人 就休怪我为一 徐迟不是欠一门钱吗 我知道他在哪儿 孟涵 你还有脸来 我知道之前是我不对 四姨姐姐 你能原谅我吗 可以啊 只要你留下来 给我做一个月护工 我就原谅你 吴思雨 你别太过分了 不愿意的话 也不用勉强啊 是你自己来求我的 好 我答应你 我愿意 我 你就是这么照顾病人的 我这两天洗衣做饭端茶到水 忙忙到道 一直到半夜才睡 今天早上起来 又给你买早饭 我实在太困了 没有人逼你啊 不想做的话 随时可以走啊 没有没有 我可以 去 给我倒杯水过来 这水这么凉怎么喝呀 重新的 这水怎么还是这么凉啊 你这个废物 倒水都不会 还会做什么 吴思雨 你别太过分了 没有人逼你 你不想做的 随时可以走 思雨 医生说你恢复得很快 可以出院啊 思雨姐姐 让你好好休息 我去把昨天洗了衣服说 什么还 啊 医生怎么样了 李小姐怀孕了 就怀孕了 孩子是谁呢 仙汉哥哥你别问了 我不想破坏 你和姐姐的感情 你在说什么 那天你思雨 我 我 我不可能 那天我什么都没做 思雨你相信我吗 你们连孩子都有 就我怎么相信 不可能 我不相信 我要做亲子鉴定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季兮汉 你都已经对不起我 你就别再这样对李萌汉了 你不知道怀孕了不能喝酒吗 你不知道怀孕了不能喝酒吗 希望老哥哥我有门数 希望你能不能陪我 我们不可能 你赶紧回家去 希望哥哥 我们我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的 你要照顾我们两个 你们俩 行汉哥 你终于只属于我李萌汉一人 你怎么在这里 西岸哥哥 我都怀了你的孩子了 你还在有事在哪呢 你给我滚出去 你怎么样 西岸哥哥 我肚子好痛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要睡没了 我该怎么办 没事的 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 西岸哥哥 你不要抛下我不管 你放心 就算孩子没了 我也不会不管你的 西岸哥哥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愿意娶我 是吗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实话 不 你愿意娶我的 是吗 姐姐一个人来陈姐啊 白少没陪你吗 这果然 不吃自己的孩子 就是不行的 关好你自己的事情啊 我们无价的事 不需要你来操心 对了姐姐 忘了告诉你了 我和西岸哥哥要订婚了 到时候欢迎你来亲家 好呀 到时候 我一定送你们一份大礼 你来干什么 赶快住手 否则我就报警了 你不需要起来 救我 快救救我 只要你救我 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 你们还要害你的证据 这就是他全部欠持啊 所以一起想家给金心瀚 就是为了还清欠款 那我替你把债务还清了 那我替你把债务还清了 他现在的债主就是我了 当然 其实他欠的钱啊 一点也不逼我少 真不知道这方债主 怎么找到我 知道你下落的人 说李孟涵还能有谁啊 你的意思是 李孟涵泄露的我的消息 敢把我的地址 泄漏给债主 你想死吗 我没有 幸好公司有帮我怀债主 我早就被打死了 是我那个贱人的情 你还有脸说我 要不是为了你亲家赌债主 我致命成这样 你也不是一种东西 居然这样 两清 两清 你别忘了 你肚子里怀的是我的孩子 要是我告诉金兴涵 他会不会让你成为 金家太太呢 徐迟 你到底要干什么 给我五千万 你跟我回美国 否则我让你身败 我没有那么多钱 我不管 今天你不给我 我们就鱼死我婆 好 钱我可以给你 但是现在我不能和你走 如果金兴涵发现钱不见 他会报警的 你让我好好安抚他 等时机成熟了 我再和你离开 你最好不要耍什么 你快走吧 如果被金兴涵发现 你就走不了了 我要举报吴氏集团继承人 吴思雨 买凶敲诈勒索 吴思雨 你来干什么 没想到你真的会来 看来你心里还是喜欢我的 别想多了 就在我们离婚以外 我跟你就没有半点关子 吴思雨 你看你干的好事 怎么了 我是来恭喜你的呀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嫁给一个有钱人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你千方百计想要破坏我跟金兴涵的婚姻 目的不就是为了嫁给金兴涵 让他帮你还清外面的赌债吗 怎么 敢做 不敢认啊 你胡说我没有 这里面呢 都是你在外面赌博 记下来的欠条 怎么 要不要我赌出来给你听啊 吴思雨 你别在这儿冤枉我 你让他过来勒索我 跟我没有关系 你这个贱人 本来我想饶你一命 可没想到 你居然想送我进监狱 那好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星汉哥哥 跟我没有关系的 是徐迟 他当年在国外 逼着我签下签条 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星汉哥哥 你相信我 你以为把责任都拖到徐迟身上 你就没事了吗 你敢说你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徐迟的 我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星汉哥哥的 不思雨 你为什么在这里冤枉我 好啊 我就猜到 你绝对不会承认 不就是要证据吗 梁青 你别忘了 你肚子里怀的是我的孩子 要是我告诉金星汉 他会不会让你成为金家太太 谁 熊汉哥哥 你相信 事先不是你想的那样 滚 你真让我恶心 我们的订婚典礼取消 熊汉哥哥 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自己 旧游自取 我思雨 我会听了 我思雨 你的孩子已经没了 我思雨 都是因为你 这个结果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 你到现在还在殖民不墨 你真是没救了 我说孩子是机械害的 他就是机械害的 你别做梦了 徐时都已经承认了 你还在这里面狡辩 反正只要我不承认 孩子就是机械害 反正 现在孩子已经没了 你也没有办法证明 谁说我没办法证明 我早就把佩太拿去检测了 孩子不是我们 这是你们的家事 我没兴趣参与 行了 哥哥 你不要和我取消婚礼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这个贱人 你不配跟我在一起 你为什么要帮我 你是不是还喜欢 你想多了 我这只是在帮我自己 我大孙子怎么就没了呀 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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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是不是没了 我大孙子是不是没了 妈 那个贱人怀的根本就不是我的孩子 你的孙子在这里呢 什么 你说那个贱人怀的不是我们金家的骨肉 思雨怀的才是我们金家的骨肉 思雨 你看看啊 哎呀这事你们怎么都不告诉我呢 哎呀妈呀原来都是老糊涂了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你看看 既然孩子都是闲儿的了 要不然干脆 你们就复婚吧 命不要脸的技术 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 你当初怎么对我的你都忘了什么 我早就说过 我跟他之前 没有可能 这日子没法过了 好好的家就这么被拆散了 好了 当初要不是我拦着 金家的骨肉早就被你打掉了 我哪知道那是你的孩子呀 都怪那个狐狸精挑拨离尖 要不然我怎么能那么对无私语呢 阿姨 你这个狐狸精回来干什么 阿姨 我给您带了您最喜欢的燕窝 您尝尝 我们金家 你让我这狐狸精送的礼物 你给我滚出金家 西汉哥哥 让你滚还不滚 你可真是糊涂啊 怎么就被那个狐狸精给迷住了呢 你今天就去网屋思语给我追回来 思语 这个包包送给您 限量款 很难买的 我专门找人从国外带回来的 金总还是拿回去吧 免得别人误会的 思语 我们本就是夫妻 你跟我回家 我们重新开始 一个包包就想拿下我 金总 你以为我是李孟涵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你很喜欢这家咖啡店的风景 我把这家咖啡店买下来 送给你好不好 金总的好意呢 我心领了 不过 这栋楼都是我们吴家的 就不劳您破费了 思语 你休不能原谅我吗 你难道想让孩子一出生 就没有亲生父亲在身边吗 够了 金心海 你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不论我做什么事情 都要看你的脸色 你不是最好面子吗 好啊 只要你肯跪下来求我 我就原谅你 这人那么多还外奖 我就知道 金总您的面子比什么都重要 恕不奉陪了 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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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孩子跟我回家吧 没想到啊 高高在上的金总 你也有金铁 果然人为的钱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不买别乱碰啊 你买得起吗 怎么说话呢 你说谁买不起啊 狗眼看人低 别说这一件衣服 就是这一排 老娘我也买得起 把这件 给我包起来 你刷卡还是现金 刷卡 这张卡 预额不足 你再换一张吧 你刷了吗 你再试试这张 还是预额不足 买不起就别装大头了 怎么可能呢 你们那仪器是不是有问题啊 我这卡里有钱 你们怎么做生意的呀 怎么回事啊 这位阿姨卡里钱不够 我 思语 思语 我认识就有账上门 原来是吴总的朋友啊 真是见外了 放心啊 明天就把衣服送到您府上 吴总 哪个吴总 你不知道吗 整个商场都是吴总开的呀 思语 思语你慢慢走 阿姨 您一直跟着我 是有什么事吗 什么阿姨叫妈 思语 看看啊 心算求也求了 会也会也了 该回心转意了 回心转意 阿姨 我想您之前 从哪儿太了解 没有以牙还牙 已经是我吴思语 最大的让步了 我劝您啊 还是不要白费口舌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搬我家东西啊 赶紧给我放下 这套房子 已经被金总抵押了 有什么事情你去问他 继续搬 星翰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他们为什么搬咱家东西呀 妈 今天的资金链断了 只能拿房子抵押 你放心 我会想办法 再找资金救公司的 景天是我们 全家人的心血 我不会让景天破产的 我今天碰见思语了 思语有钱 你快去找他 让他救救我们家 他动动手指 景天就有救了 妈 你别天真了 他不会救景天的 也不会救咱家 哎呀 废物啊 你连个女人都搞不定 明天我办大寿 你把思语叫来 我让他永远离不开金家 阿姨 这是我特意给您买的 定制设计款钻石手链 您试试 我知道您今天过生日 特意来祝福您 你不出现 就是对我最大的祝福 没有打扰到你们吧 没有没有 思语来了 快坐快坐 这是我从拍卖行里 特地跳的观言翡翠 生日快乐 真漂亮 还是我们思语了解 我知道我喜欢什么 来思语 我们喝一杯 这酒我就不喝了 我跟楚雄还有事 我们先走了 你看看 你看看思语 你看这么漂亮的裙子弄脏了 真是老眼昏花了 星翰 你快带思语 去我那休息室换一身衣服 别让思语着凉呢 思语 我带你去换件衣服 不用了 静坐 我们车后面有备用衣服 白楚雀 这里到处都是狗仔 你要是不想思语被偷拍的话 你就先去把衣服拿了 思语可以在休息室等 那我现在去车里给你拿衣服 我们走吧 我自己走 你带路 你先穿着捡件衣服 等白楚雀把衣服送过来以后 你再换上 你现在在这儿休息 我就先出去了 星翰 等等 你有没有闻到一股什么奇怪的味道 思语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你等一下 我去找医生 天生 你别想 没有 思语 思语 你怎么了 我好热 心爱 心爱我好热 思语 清醒一点 我好热心 哎 去拿一杯水 在哪 啊 啊 我去找人 思语 被人散见了 这回不思雨 跑不了了 把这支香 放在休息室里点燃 这这不会出事吧 你放心 这是花清香 我好生 想要你 思雨 冷静一点 行 我真的好生 行 行 不要你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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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认了 我认识 你是不是走 行 思雨 我们都不倾心 我能这样对你 思雨 思雨 思雨你怎么了 紧闭者 怎么了 是不是金星汉搞得鬼 肯定是这个王八蛋 他人呢 思雨 金星汉你个王八蛋 白书君 你发什么疯啊 这西方救了我 那谁害了你啊 知道是谁 谁 谁啊 来来来 这就是你叫我来的目的 是吧 为老不自 你简直不会做长辈 思雨 你在说什么呀 你少跟我在这儿演戏 你以为我不知道什么 你是真的喜欢我 还是喜欢我们吴家的家 思雨你这说的哪儿的话呀 不过就是想让你们俩复婚 我哪儿做错了呀 你少做梦了 你当时怎么对我的 你都忘了什么 现在知道我是无视继承人了 就用这种卑劣的手段 想让我们复婚 我跟储君 总准备结婚了 你们就死的这条心了 妈 你就是在干什么 就算你用这种卑鄙的手段 让思雨同意了 我也不会答应的 我要的是 思雨心甘情愿地和我在一起 以后我的身体烧关 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还不都是为你好 你爸爸走得早 我又当爹又当娘 好不容易把你拉扯大了 妈 你还不快去追 难道你眼看着他们结婚啊 思雨可以不结婚吗 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 静心甘情愿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复婚 之前李梦寒的那么对我 哪怕只有一次 你坚定地站在过我这边 我们都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我可以改 静心甘 我看不到你的改变 你如果真的想送走 那你就把 李梦寒 送进监狱吧 今天 景天传媒发布公告 宣布与旗下艺人李梦寒 正式解约 据悉 李梦寒曾多次被曝光丑闻 李梦寒 记得个纪念 不要冲动 世界上已经没有人爱过 没有人关心我 我死了你就多开心 你别想着用跳楼来威胁我 你死了 没有人会在 金兮汉 我那么爱你 为你做了那么多事情 你是怎么对我的 我没有让你去杀害吴思雨 金兮汉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人 你做了那么多测试 为什么你什么事情都没有 你反而要我去自首 如果我死了 我的死因就是因为你 我叶梦回 我希望你是一个好家 如果我死了 我的死因就是因为你 我叶梦回 我希望你是一个好家 不要 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 你知道的我只要你 金兮汉 你知道我们之间不可能了 好啊 既然你不答应我 那我现在就跳下去 好 我答应你 我什么都答应你 你冷静一点 你冷静一点 思雨 不是你想的那样 够了 你们的事情我并不想知道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李孟寒 我一定会亲手把你送进监狱 就等着做老板 等你查到了再说 你是真的喜欢金兮汉吗 还是只喜欢他的钱 可惜了 你的如意算盘实现不了 因为金兮汉已经破产了 我不信 你骗我你胡说 我又没有骗你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金家总 公司资金链锻炼 你再住赵山门了 死了 可能 这么可能 你别再挣扎了 赶紧回头吧 回头 我没有错 我为什么要回头 胡思雨 如果我完了 你也别想好 你去死吧 胡思雨 如果我完了 你也别想好 你去死吧 你先看你放开他 只要他死了 一切都结束了 金兮汉 胡思雨要是死了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剑雨 你敢杀我 四月 别理这个疯女 金兮汉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到底哪天比他差 你别再自欺欺人了 你爱的真的是我 你爱的只不过是你 那愈恨难舔的欲望罢了 喂 一一零吗 金兮汉 我看你是被这个狐狸精 你瞎了双眼 你没给我倒着 我不会放过你 受伤了 怎么了 很疼吗 那我听听 我看你 金兮汉 你觉得发生了这么多事 我们还回头到过去吗 四月 可以了 我对你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 怎么回去啊 破镜难理 覆水难受 自古以来 后悔掉了 就没得吃 金兮汉 你一句话 就想让我们回到过去 你能先自问一下 你相信吗 四月 知道之前都是我做的不对 我加倍弥补你了 再相信我一次 好 我不会再给你第二次伤害我的机会了 你如果对我还有一丝怜悯 那就请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 好 你的伤好 你可以走 四月 金兮汉 请你立刻离开我家 别让我对你的最后一次好感 都消失掉 一约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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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过是想过得好一点 有什么错吗 凭什么他们什么都有 而我什么都没有 你还有我 我会一直陪着你 好 你能给我什么 至少我不会抛弃你 只要你愿意 我什么都愿意帮你 走 无思雨 只要你死了 希望哥哥就会回到我去 思雨 思雨 这怎么回事你快醒醒思雨 思雨 思雨啊 思雨 思雨 不是我 思雨 思雨你怎么了 醒醒了思雨 不是我 我告诉你 人招物手都在你还敢狡辩 不是我 你报告 如果思雨有什么三长两斗 我不会放过你的 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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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白先生 大人我们保住了 但是孩子没能留下 我们已经尽力了 对不起 你怎么我的孙子呀 你别再这样言心 你就是害了我的孩子 你独不识子 独不识子 思雨好歹怀的是你们吴家的骨肉 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啊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我没有理由那么做呀 那是我的亲孙子 思雨 你有没有看清楚是谁开了你 就是你 我记得你这条手链 你问我还送给过你一条这种手链 就是你害死了我的孩子 你被我害死 真的不是我呀 你去的老女人如此恶毒 跟我到警察局去 走 不是我 我是被关网的 走 大叔倩 你敢对我妈动手 来的正好 我妈害思雨流产 我和你们金家的账 该算算了 思雨 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我 可是我没必要杀死自己的亲孙子 思雨 我是不会做出那种事情的 你要相信我 这条手链 是李孟涵送给我的 我也不喜欢 要不是他那天拿出来 我根本就想不起来带 你是说 那件是李孟涵让你带的 谁 谁在里面 难道是李孟涵 吴思雨 你怎么在我家 回来替我的孩子报仇 吴思雨疯了 你天什么打我 你还跟我在这儿装无辜 我冤枉谁也不会冤枉 是不是你做的 你心里最清楚 我一定会找到 你害我孩子的证据 你这个疯女人 孩子没了就是你的报仇 你闭嘴 你妈还思雨流产 我和你们金家的诈 该算算了 够了 你们倒给我 我不想知道你们金家的人 思雨 你要相信我 这件事真的不是我做的 婆婆上前的时候 你就已经躺在那里了 我上前是想要帮助你的 你滚 滚 妈 咱们先走吧 让思雨冷静了去 我一定要报仇 放心吧思雨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帮你调查清楚的 啊 难道真的不是婆婆吗 你闭嘴 妈 你这个坏女人 你放开我儿媳妇 你 给我洗开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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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思雨你要干什么 我都已经说过 阿姨不过害你的孩子了 你为什么还是要这么做 吴思雨 你都在做事 事情还没调查清楚你就打人 你现在怎么这么呆呢 季星 你到底有没有脑子一样的活 我撒了这么多病 你为什么还是会信啊 我妈要是有什么三长两朵 我会放你 你还站在这里干吗 妈现在被你搞成这个样子 达到你的目的了 把我们即将搞得家破人丸 你开心了 季星汉 你能不能听我解释 吴思雨 你打我已经算了 你竟然连阿姨也起打 你还算是个人吗 你走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季星汉 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心里难道一点都不清楚吗 这个贱女一直在这里装无苦 可哪一次像她说的那样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这种心如蛇蝎的女人在你身边 只会害了你 就算她再心如蛇蝎 也没有害我妈 请你走 事情我会自己调查清楚 好 我走 你照顾好你们 用不着你调查 我一定会还给自己一个清白的 找到了吗 这是当天路口的建国路线 我们被人设计了 看成这个身高体型 肯定不是女婆婆 这是李孟涵 虽然拍得不是很清楚 但是基本可以作为证据 再加上你所成的这把刀 虽然女婆婆拿过这把刀 但是只要李孟涵碰过这把刀 也可以检测出这把刀 李孟涵 这次我一定会将你绳之以反 你来干什么 过来看看吧 仙翰 你真的相信这件事情是我做的吗 我不知道 我也不相信你会做这种事情 但是就像你怀疑 孩子是被骂害死的一样 现在没有证据 我什么都不敢相信 我相信孩子不是骂害死的 而且我有证据 我当天去你们家 就是为了看看妈 跟妈把事情聊清楚 我怎么可能会推她呢 秦阳真是这个剑 真是一时三鸟的好手段 有了这个证据 我们就可以把李孟涵给送进监狱了 如果把李孟涵送去监狱 你还会跟我在一起吗 不着急 李孟涵他害了我们这么多人 以流产之所以让他入狱 真是太甜蜜了 等妈行 一切真相大白 我定会让他返切不复 本来你可以好好安详晚宁 本来你可以好好安详晚宁 谁让你非要偏向吴思雨那个介绍 那就别怪我客气了 下辈子记得擦亮眼睛 看清楚谁才能笑得最好 你再干什么 西汉哥哥 我来看看阿姨 不知道谁给他的氧气管吧 妈 你耍贼汉捉贼了你这个贱人 你怎么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你还是人吗 我没有了 误会 不误会 那你当初把我推下楼梯 也是误会吗 我说过我没有 证据我都找到了你还不成 看来不把你送进监狱 你怎么不悔改了 妈 妈 放心吧 我不会没事的 我已经调了这里最好的医生过来 思雨 对不起 是我误会你了 医生 我妈怎么样 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思雨 谢谢你啊 既然婆婆已经没事了 那我就先走了 你照顾好她吧 帮我查一下这个高定服装品牌 帮我查一下这个高定服装品牌 我为什么要害怕 反正他们没有证据证明 是我推荐梯 我要去美国了 你和我一起吧 咱们过好咱俩的日子不好吗 现在还不是时候 只要那个老东西一天不死 我都不能离开 好 我帮你出到那个老太婆 你是不是愿意和我走 只要那个老太婆一死 我就和你 你这谁 你在干什么 现在你抓住他 怎么样 看见他的脸了没有 他戴着口罩看不起你 不过我感觉 是一个我很熟悉的人 我也觉得 我感觉 他很像当时抢我包的那个人 我被催下楼梯 是林木寒一手设计的 妈也是被他推倒下去的 能这样无怨无悔 帮助他只有一个人 徐迟 对 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你想怎么办 吴小姐找我来什么事 没事就不能请徐先生喝酒了 帝都首富吴大小姐 想喝酒什么人不用招 只要你肯帮我指控 李孟寒杀人 这笔钱就是你 不愧是帝都首富吴大小姐 就是大 不过 我什么都不知道 没想到徐先生 还是个痴情者 可不是当初躲宅求我的时候了 你帮我 不过是想利用我手里的证据 对付李孟寒 我互取所需 徐先生先别着急回答我 我先去到洗手间 你考虑一下 吴思雨 是你自己送手来 你别怪我 徐先生考虑得怎么样了 求人办事一点诚意都没有 这很难办呀 徐先生 这杯酒我敬你 这酒 你喝多了 我赶紧回去休息吧 你喝多了 你喝多了 清新汉看上的女人果然不错 我也尝尝人妻的味道 徐先生我好喝 吴小姐玩得够野的呀 还有玩得更野 让徐先生见识 你没喝多 徐先生可真是说笑了 一杯酒而已 我怎么可能会喝多呢 可是我明明加了 发情散吗 迟早 一个伎俩 还想骗倒我两个次 你以为我是清新汉呀 大夫室人还在这儿呢 说人包带领本面子 你怎么也在这儿 这你不用打了 疼吗 你这肩膀上的伤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昨天弄上的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听不懂也没有关系 但是你给人下药强奸未遂 你才可以盘住就好 什么意思 你们何起过来陷害我 我们想要陷害你 便给你上钩才行呢 只要你肯将李孟涵 做的事情一无一时地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考虑放你 人站已经有了 现在就差物质 金家总 那个扣子来源于LU品牌的高级限定 李孟涵小姐果然有一件 好了 现在物质我们也要有了 真的李孟涵 把本人放在上面 这个让我看要点 这种高奢定制的衣服 他不会那么轻益的就丢掉了 更何况我觉得 他根本就不知道 后子被我妈拽掉的事情 好 那我们分头找 西汉快过来 我找到了在这里面 太好了 现在证据确凿 我看李孟涵还怎么救命 回来 李孟涵回来 你快躲起来 那你怎么办 放心 快快快 西汉哥哥 西汉哥哥 你怎么回来了 那件事情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都是吴思雨这个近人要陷害的 孟涵 你愿意原谅西汉哥哥吗 西汉哥哥 我还以为 你再也不会理我了呢 什么事啊 你可能怎么办 西汉哥哥 你今天好忙 你喜欢吗 我 陆涵 陆涵 你干了什么 怎么身上有骨味道 没有啊 先去洗个澡 换个性感的睡衣 哥哥等你了 西汉哥哥 你刚才又弄疼我了 一会儿记得清 好 他去洗澡了 该不拿着衣服走 陆涵 陆涵 这就是你说的办法吗 你好恶心 你拿的是什么 绣号出来 你别再给你 去洗澡了 你 绣池 你别过来 吴小姐 你听我的 只要你把东西给我 我们都可以 来来来来来来来 徐迟 我们之前可帮过你 你怎么可以 恩将仇报呢 你把东西给我 我保证不会伤害 你一个头发的 你收下 证据我会拿走的 如果我昨天在这 出了什么事 白蜀君和金西汉 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到时候 就只有走投无路了 徐迟 你别逼我 谢续 你别再准备不误了 真是你逼我了 吴思云 这是你自己 不着急删下去吧 跟我没关系 你别怪我 仙汉哥哥 这次 我够香了吗 我妈是不是你推倒的 仙汉哥哥 你不是已经调查清楚了吗 怎么又问一遍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老实交代清楚 金西汉 你在玩我吗 你这个心肠歹毒的毒夫 你以为我真的喜欢你吗 徐迟都已经招了 证据我已经收尽齐全 我劝你最好 一无一失地告诉我 金西汉 你利用我的感情 你还算是个人吗 和你这种贱人 还谈什么感情 不说也行 等着坐牢 吴思云死了 你的衣服在我手上 我们现在是 你给甩甩的马场 你别想甩开我 你来干什么 四宇不在家 你天天带着我的未婚妻到处 现在还来我家找人 我还想问你呢 四宇呢 完了 四宇出事了 你究竟马四宇怎么了 四宇找到了 李梦涵害我妈的证据 可是出来之后 就联系不上了 我告诉你 如果四宇有什么好歹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你知道他真的 你们天天欺负四宇 我就在他的手机上 装着这个我们追东西 四宇在红钢跟上 完了 四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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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四宇 你在哪儿 你醒醒啊 你不要吓我 清晰漢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如果四宇有什么三长两段 我一定会让你们进家陪葬 四宇 都是我的算 我应该让你去冒险 只要你能够醒过来 我都答应你 四宇 四宇 现在还有什么资格在这儿哭 如果不是因为你 四宇怎么会变成这样 四宇为了能够驾驭 连报警公司几成人的身份 都愿意 你呢 你为他做了什么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要 只要四宇能醒过来 我做什么都愿意 好啊 你现在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从他的世界里面 永远地消失 是 医生 现在什么情况了 医院血苦不足 病人随时都有可能 会有生命危险 不来 我和四宇的血清是一致 四宇 我发誓 只要这次你能够醒过来 我再也不会纠缠你 我们俩清了 走 赶紧收拾东西和我走 和你去哪儿 和你过着吃糠叶菜 多多信仓的日子吗 那总比留在这里 等着坐牢抢 我是不会走的 就算我走了 他们不一样还是会走的 还把我应得的东西 李孟涵 这里已经容不下我们俩了 你明不明白啊 你滚开西齿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都是因为你出卖了我 我能怎么办 他们要送我去监狱 我已经进去过一次了 不能再进去了 我们一起离开这儿 好不好 不好 要走你自己走 我李孟涵 一定要得到我应得的一切 不是 你这辈子逃不 走 思雨 赶快醒过来 我以后再也不会打扰你了 出去说的对 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都是因为我 是我太优弱瓦断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叫李孟涵送进监狱 我爱你 走 走 思雨你醒了 衣服 还有血池 想走 没事都不重要 你醒了就好 你母亲苏醒了 你母亲苏醒了 妈 你醒了 醒了 妈 没有推思雨 妈就是再糊涂 也不能害死自己的亲孙子呀 妈 不用担心 我们都已经调查清楚了 一切都是李孟涵干的 又是那个狐狸精 就是他把妈从路上推下去的 这个贱人 他想害死妈 你可不能放过他呀 妈 放心 他逃不了 怎么样 好点了吗 多了 要不是你不放心我 非要让我留院观察 我恨不得现在 就赶紧回来 等你养好了 你想去哪里 我都陪你去 对了 李孟涵和徐迟那边怎么样 警察已经发布了通缉令 相信没有几天 就能把他们找到了 他们这么对你 我肯定不会放过他们 一切都结束了 思雨 其实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 那天给你献血的人 是金鲜汉 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 是因为我怕你心里还惦记他 如果你想见他的话 我可以 其实我想说的是 我发现 你才是最适合我的那个 我们结婚吧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结婚吧 今日地独首富 吴氏继承人吴思雨 和吴氏养子的白楚军 举办世界婚礼 你发什么脾气 你发什么脾气 凭什么吴思雨他吃香的喝辣的 我在这吃泡面 现在有泡面吃就不错了 现在他们颠得紧 到处都是抓过我们的新闻 我想要结婚 先问我李孟涵同不同的情 你干什么 现在主席 还没到副理现场就被抓住了 不用你管我 就算我被抓住了 也和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你不是不想坐牢吗 我可以把罪名都揽到自己的身上 我让你评论 李孟涵 你够了 你为什么不能放过自己 你动不过那个女人呢 她是地中所复 你是什么东西放弃吧 和我离开网 我们离开这呢 过自己的日子好吗 刚才我把泡面弄到地上了 我得去泡一碗 我来吧 你也累了一天了 我来吧 你先喝喝水 啊 徐迟 你别怪我 都怪那个女人 她抢走了我的一切 不能做这种事 不思雨 这一切都是你只有自己 我要你死 你孟涵 你知不知道杀人可是死罪 你不想胡了 你放开我 只要她不死 我就一天没有好日子 我一定要这个女人死 那你要是把无私人杀了 今天连这个门都出不去 你冷静点 你让我怎么冷静 这个女人乘手和我做的 凭什么她有幸福的志 凭什么她有人爱 你还用我 我会陪在你身边 你冷静下来 我有办法帮你 事当如今 你有什么办法 我一定会让你看到你下来 欢迎我的新娘登场 首先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在致辞前 我有个重要的事情 要向大家 和各位媒体宣布 首先 感谢吴家收留我 养育我 还把华耀集团全全交给我打理 感谢姐姐 把吴家的全部股份都给了我 在我旁边的是我的妻子 下面我决定 把我华耀集团总经理之位 和我的全部股份 全全交给她 李孟涵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谢谢楚军 楚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思雨呢 大姐 我想取谁是我的权 而且你已经把吴家的所有财产都给了 想给谁就给谁 我们吴家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 来楚军 你还是人吗 你和这个女人勾结多久了 思雨被她害得还不够惨吗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她 接下来 你有什么资格指望我 比起你对思雨的 我这点要算什么 比起你对思雨的 我这点要算什么呢 他认过我要好好照顾他呢 你现在在做什么 啊 我加把样子你了 金星汉你够了 你有什么资格说的 在座的各位来宾 想必大家之前在新闻里都见过我 不过呢 那些都是误会 之前家庭内部产生了一些问题 所以呢 导致继承人交接仪式和婚礼 一直无法如期举行 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今天 我会在这里宣布两项重要事 请大家不必紧慌 如今 吴氏总军是我 吴氏家族继承人是我 白鼠军的太太也是我 不要照顾 吴思雨在我手中 如果你想要能活命的话 我也给我按照指定上做 休想报警 则 就再也见不到你的好太太 吴氏 吴氏 我为什么会在这儿 我的婚礼呢 吴小姐 对不住了 我也没有办法 不过你放心 你的婚礼照常进行吧 只不过主角不是你 吴氏 吴氏 你为什么这么深 你为李孟涵做这一切 真的值得吗 这是我欠的 你能不能不要再犯傻了 你以为李孟涵做这一切 就会感激你了 不会的 她的心里面只有钱 还有全面 你在她眼里 不过就只是一颗棋子 等她不需要了 这样可以把你给丢开 你闭嘴 我的事不用你操心 你为她做了这么多事 她为你做过什么 当初你被人追债的时候 如果不胜 你早就被人打死了 你还不明白吗 李孟涵她根本就不在意你 吴小姐 你放心吧 我不会傻碍你 等我拿到钱 我就和李孟涵 跟走高飞来 既然婚礼已经结束了 赶快把协议书签了 我要你所有的财政 你休想 你分钱都拿不到 这可由不得你 赶快签字 我说别怪我对吴思雨不客气 你这个贱人 如果你敢读吴思雨一根手指头 我就算追到天下 还要也不会放过你 这就要看你的诚意了 我现在最好要知道吴思雨的安全 我劝你别耍什么花拙 主军 思雨 思雨 思雨你在哪儿 主军 思雨你还好吗 你听我说 你别心里猛含她 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你什么都不要答应他们 主军 行 你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我一定要确保你的安全 废话说完了吧 赶快签字 喜汉哥哥 你看了 我有钱了 我有能力帮你还清债务了 我们能在一起了吗 梦涵你真是疯了 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不我没疯 我只是想帮你 静人 告诉我思雨在哪儿 啊 许臣 那个 我想上厕所 你帮我松绑一下吧 我不会跑的 你是什么人 我太清楚了 想上厕所 要在盒子里面 那你不是也得先给我解开 吴大小姐 你忘了当初怎么是因我上楼的了 想都别想 你要裤子里面 可是 你在这儿我不是上不出来吗 不 你个人 拜我的当初李孟涵追着你不放 上吧 我不看 你想跑你这个贱人 你放开我 贱人 告诉我思雨在哪儿 清清漢 你冷静一点 孟涵 你现在跑不了了 外面的人现在都知道你带走了吴思雨 警察现在也开始找你了 我劝你最好别耍什么花招 告诉我们思雨在哪儿 我们可以帮你澄清 帮我澄清 帮我澄清 笑话 你们已经把我逼上了绝路 还有脸说帮我澄清 告诉我思雨在哪儿 西西亚孙 别打啊 你打死我算 李孟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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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造警车 车里我装了定位 我刚报警了 我们俩打车跟在他们后面 贱人 你敢骗我 施迟 你能不能不要再翻山里 不要和这个女人一错再错下去了 你闭嘴 施迟 你怎么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还能让我思雨给跑了 这个女人太狡猾了 你怎么样 钱拿到了吗 当然 钱拿到就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远走到飞了 现在还不是时候 现在走了 岂不是便宜了这个劲 你想干什么 杀 你答应过我不杀人的 齐迟 你被这个女人灌了迷回药吗 怎么连你在帮她 我不是在帮她 我是在帮你 李孟涵 你信得太深了 我 我 这个废物 秦迟 你看吧 我说得对吧 她根本就不在意你 她就是利用你 你不过就是她的一颗妻子而行 她根本就不在意你 她就是利用你 你不过就是她的一颗妻子而行 胡思雨 胡思雨 都死到临头了 你还敢嘴硬 可怜了 你真是好可怜 你就算是杀了 姬西汗也不会再多看你一颗 我所有的一切 你这个贱人 这辈子都别想得到了 他怎么 我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还不是万你所知 胡思雨 我要你罪命 李孟涵 你陷得太深了 放开我 识迟 如果你还想跟我在一起的话 你就办命死她 住手 住手 这不是多情种金总和白总吗 拿得正好 看你们最爱的女人烧成灰烬 李文涵 你冷静一点 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好好商量 你不要伤害思雨 西汗哥哥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到底哪点不入乎思雨 当初是我的错 是我太优柔寡断了 我要和你说清楚 给了你希望 对不起 你原谅我好了 我要再继续错下去 我回不去 我做了太多的错事 只要你放了思雨 我可以帮你的 不 不会的 你们都是骗子 你们都是骗子 李文涵 你放了思雨 杀了他对你也没有好处 你别过来 好 我后退 我后退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李文涵 是我的错我自己会弥补 你先放了思雨 我要的是吴思雨的命 你们不是想救吴思雨吗 你们拿命换 你们不是想救吴思雨吗 你们拿命换 你要干什么 你们不是口口声说 说爱这个女人 那你们想不想知道 这个女人 她会爱谁 见女人 我们玩个游戏 一会儿你们在两个人之间 选一个人先死 时间有限哦 我只数三个数 一 二 你们和我不是 你放了吗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你们不是都说爱我思雨吗 好 那你们让我理解一下 爱一个人 是如何可以为她 牺牲一切包括生命 你们选择一个人先跳下去 我就放人 你 我 fogom 知道是你这些年 一直爱的水 我希望以后的日子 你可以好好对待她 不要再让她失望 思雨 谢谢这些年 无价对我的事为己出 我也很开心能在你身边 我也希望你可以幸福 拜 不要 不要 储君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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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歇哈 看来你还是比不上白储君 他可以为了无死也俱死 而你呢 你疯啊 我是疯了 我是被你们逼疯的 静歇哈我告诉你 在吴思雨的心里并且没有地位 因为他在心里长出了一根刺 有一个男人宁愿为了他去死 而那个人 不是你 不 你就是想要拆散我 你现在制作了 赶紧放了思雨 欣翰哥哥 事到如今 我就想问你一句实话 你到底有没有爱 我今心还这一辈子只爱过一个女人 那就是吴思雨 我现在爱她我死后依然爱她 从来就没有爱过你 哪怕是一瞬间都没有 欣翰哥哥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 原来你这么恨 只要我一想到我身边曾经有一个你 就感到恶心 原来你从来都没有爱你 一直都是我自作多情 一厢情侣 真没想到 我李孟涵 居然会被一个我深爱着的人上听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一起死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一起死 你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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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收拾我 我已经报警了 你们已经无处可逃 既然要死 我要拉个垫背的 开了 不要 李孟涵 不要啊 不要 李孟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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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醒醒醒醒思雨 写都结束了 没事吧 初真的 他怎么样 他没事 他被救起来了 只是现在还没醒 我好想去看他 好 等你好好点了 我就带你去看他 近日 著名明星李孟涵 因涉嫌赌博 绑架勒索 杀人未遂等多项罪名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0年 徐迟 因绑架 强奸未遂 勒索等多项罪名 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终于可以出院了 哎 思雨你快过来看这个新闻 思雨 思雨 你来看这个 他们是不是最有赢的 是啊 思雨 嗯 你走吧 我觉得 我真的不能到我什么时候 能站起来 我瞎说什么呢 我一定会陪你对康复训练的 直到你能站起来那一天 你一定可以站起来 走吧 好 我送你们回去 不用了 我们自己可以的 思雨 我要走了 你要去哪儿啊 公司我已经转手了 我打算出国留学 离开这个地方 其实我可以帮你的 不用了 你帮我的已经够多了 更何况 你还要照顾白楚军呢 那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你一定要幸福 你也是